建议张宁替换虎明轩进国家队 这是张宁砍下27分 8篮板5助攻帮助山西南篮战胜辽宁队之后 某轮团球迷亮了最多的一条评论 小编刚想回击 总决赛MVP 岂容你们这样乱黑 转念一想 要回击总得有理有据吧 不能一场论 于是赶紧查了两人本赛季的个人数据情况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张宁本赛季一共出场5次 场均出战39.4分钟 得到18.6分 5.8个篮板3.64助攻 而胡明轩场均出战28.3分钟 得到7.3分 一个篮板4.3次助攻 广东南篮是强队 得分点肯定比山西队多 对肯定是这样 什么 目前CBA积分榜山西南篮战列第二 而广东南篮战列第二时 不过这只是暂时的 赛季后半段 广东队战绩肯定会重新杀进前四 那比比个人进攻效率吧 也许小胡得分效率高呢 结果张宁投篮名中率50.8% 而胡明轩投篮名中率只有31.8% 罚球名中率更是相差20个百分点 那比防守吧 张宁身高1米92 臂展达到1米96 胡明轩身高1米91 臂展1米94 两人差的最多的是体重 张宁97公斤 比胡明轩重16公斤 比赛观感上来看 张宁的防守也确实要好一些 抢断数张宁的2.2次 也明显高于胡明轩的1.0次 最后发现胡明轩的助攻数和盖茅数比张宁多 但光用这个论据有点单薄啊 兄弟们帮帮忙啊 怎么回怼他 在线等挺急的